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大家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煥文 來看台北股市呢 今天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拉回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了 超過100點的一個情況 那幾個沙盤重心 包括台積電 台積電還包括像聯發科 還有這個大立光部分 拉回的幅度是蠻明顯的 特別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因為張忠謀今天有接受訪問提到 其實台幣這一波的升值呢 對於台積電的量 特別的這個不利 那台積電最近的走勢呢 觀眾朋友應該有發現 跟台北股市的這個走勢 是蠻明顯的 台積電最近呢 是連續急漲 那今天一根的黑K棒 感覺上台積電的走勢呢 開始變向這個小型股 就是這個活蹦亂跳的一個情況 另外要觀察到 今天我們主題版做到空軍投降 為什麼講到空軍投降呢 因為呢 美國股市的空軍可能已經投降了 因為現在在市場上 你幾乎已經找不到 看空美股的言論 而就在昨天達沃斯論壇的時候 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的創辦人 這個是橋水基金 他川普人特別提到 現在呢 美國股市應該會持續的往上漲 而且現在如果你是持有現金的人 你是笨蛋 所以你可以發覺 空頭已經死光光了 所以我們常講 空頭不死 多頭不止 現在如果美股的空頭已經死光光的話 美股的多頭可以持續走多久呢 另外一個我們要關注到 已經投降呢 是中國大陸的實體的 這個零售商的部分 因為既阿里巴巴買下了這個大潤發 另外呢 京東也也跟渦馬做一個合作之後 現在呢 中國大陸仍然堅持在線下的 最後一塊處理地的是 加勒福 加勒福呢 終於受不了壓力 也跟騰訊簽下了投資意向書 所以代表呢 現在中國大陸的實體店面 非常非常的難經營 而且這也牽扯到 現在阿里巴巴集團跟騰訊集團呢 過去在線上包括通訊軟體 還包括線上支付 現在也包括線下的實體通路 全面一個開展 怎麼做討論 現場我們請教到四位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 岳俊敏 第二位是從馬專家 阿斯匹林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 阮木華 第四位是理財周刊專家 馮全富 那今期金錢報 帶您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